许淑华 台语不要跟我们在了 你在啊 靠秀华 那你讲一下 靠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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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发混血的第一公主杜洛威 以流利的台语以及法语 为民进党立法院候选人许淑华加油打气 选战进入倒数阶段 各地选情激烈 其中台北市南松山信仪区 更被视为五五坡 上一届立委选举 仅以些微差距落败的许淑华 这次卷土重来 深耕地方17年的他强调 只要把对执政党的抹黑造谣说清楚 同时一票一票的拜票请托 相信一定会得到最多选民的支持 应得胜选 南白都一直在攻民养的执政 可是事实上民众心里有把尺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糟 那经过我们很多 包括像王玉川 不断的在新闻 或者是在专专节目做一些辩护 事实上大家慢慢就知道原来很多都是造谣跟抹黑 所以这样子反而让民进党更加分 所以这次的选举其实是一个激战区 我这次去激战区 所以王玉川才会特别来帮我加油打气 那我想在这次的选举 我认为一定可以冲得过 只要我们认真的一票一票的我 然后把所有的这些抹黑跟造谣 我们用我们尽可能的 把事情讲清楚 说明白让大家更了解 原来事实真相是什么 我觉得民众会理解 尤其是我的选区是属于比较理性的选民 所以我认为说中性的选举 中性的选民才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去争取的选票 那我一直也是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我这次一定会有机会 而且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 把这席抢下来 本身也是手头组的杜洛维认为 这是台湾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尤其他在国外看到媒体在谈到全球2024选举时 也把明年1月台湾大选视为第一重要 因此呼吁国人一定要站出来投票 守护台湾民主 美国新闻还是法国新闻看的时候 都是在讲什么 2024年有好几个选举 然后哪一些是最重要的 然后台湾是第一重要的 所以全世界也都知道台湾是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选举 所以每一票都很重要 然后我们年轻人 我们侨胞 我们台湾人 大家都要来投 因为抢救益川大兵 在全国各地造成旋风的民进党部分区 立委候选人王益川表示 南松山信誉选区 经党内民调认定是激烈选区 输赢不超过5000票 因此1月8号全国大车嫂活动 第一天就选择从南松山信誉区出发 希望让基层服务扎实的许淑华 顺利当选 抢下国会关键的一席 全台大车嫂 总共要少5天 那第一站 我们就是在1月8号的上午9点 就会选择在许淑华的信誉区 那跟选民诉求 这一区五五坡基站的选区 一定要选择许淑华 许出发会是整个选战里头 民进党能不能过半重要的关键 因为一来一往 就会决定民进党能不能过半 也是台美小姐的江伟军表示 她在全世界各地 从没看过台湾的知名度如此高过 因此呼吁国人 支持带领台湾上架国际的执政党 千万不要走回头路 9月11月在日本的时候 看到那新闻就是每一天都有台湾的新闻 然后就是可以做很久 那我们台湾竟然现在知名度这么高了 我们千万不要走回头路 然后我们要继续让台湾在 让在世界上知名度更高 然后让台湾走出去 许淑华强调 这次选举是中华民国台湾派 对上中共代理人派 呼吁大家总统支持赖萧沛 立委支持许淑华 政党票投民进党凝聚力量守护台湾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